我们看一下标签的显示模式 好了 那我们知道 拿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举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的人种吧 对吧 我们全球的人 大概分这么几种人 是吧 黄种人 白种人和黑种人 好 他们的媳妇 媳妇没有配对好吧 是不是领错媳妇了 好了 那我们先不关心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要分人种 为什么要分这些呢 是因为什么 根据他们当地的气候环境有关系 好了 我给大家都总结好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为什么欧洲喜欢白人多 非洲黑人多 而我们亚洲的黄人 黄种人多 对不对 跟他当地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那既然人可以分为不同的人种的话 那同样道理 那我们的什么 我们现实中这个HTML里面的很多标签 是不是也会分不同的种类的 标签也会分的种类 因为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不同的情况下 是不是用到不同的标签来做的 好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在我们HTML标签里面 一般情况下分为块具元素和行动元素 这两种的类型 所以说这个一定是重点 大家一定看明白了 好了 那么我们看哪两个 就是第一个我们称为的block level 这个叫做块具元素 那么块具元素有哪些 它有什么特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中每个块具元素 自己独自会占一行或者有多行 可以对其设置宽度和高度 对其等属性 常用于网页布局和网页结构搭建 那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里面有HEPDIVUROR 等等之类的 其中DIV是最典型的块具元素 到底什么块具元素 我给你看一下 这儿写一个DIV 然后谁DIV 我写个123 123 好了 我看上去C负这一份 我这么选择 看上去C负这一份 我到这里面看上去V 看上去V 好 123456 好 789 看好 这三个DIV 我在这儿是不是写到一行上去了 当我们右击在标准器中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看12356789 它怎么显示 是竖着显示的 发现了吗 他们是这样的 一个人自己单独站一行 好了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再给你看一下效果 它是可以设置宽度和高度的 可能看不出效果来 我给你这么来写一下 先看一看 Style 在这里面 我还是用这双字写 Style 空下来之后 我这么写一下 好 我给我的DIV 来一个 这个 Background Color 这个我先写一个颜色 你先看一看 我怎么还没有学 好 没有学不要紧 我为了给你检测效果 这是一个背景颜色的意思 好 改完之后 你大家给我来看一下 他们是这样的 然后一刷新 你会发现 自己是不是专门站了一行 然后这个123 这个456 好了 为了显示区别 这儿 这个我不用DIV了 我用P标签 好 我这儿还有一个-P标签 是不是个段落标签 我这样给你隔开 你会看得更明显一些 这儿是DIV 是不是同样道理 我在 我不给什么P了 刷新完之后 你会发现 这是123 这456 他们自己是不是一个人专门去占一整行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特点 除了占一整行之外的话 他们还可以改变一些宽度 比如说我给一个宽度 Viz 这个我们先不学过Viz了 我给一个100px 这是它的宽度 好 高度我也给一个100px 是不是成了这个样子 大家输入H100就行了 按一下Type键 可以快速生成 这是生成样式的一些快捷键 好 那么写完之后 我们刷新看结果 然后我一刷新 是不是100乘100的一个盒子就出来了 它能设置宽度 也能设置高度 而且一个人占一行 这一些具有这些特性的 我们称之为块的元素 块的元素 自己专门占一块的 那么这个块的元素 就类似于我们的大帅哥 谢天锋一样 它是天生利质 非常符合布局 那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打开一个网页 对不对 好 你看 我打开米一点看 还是找到我们的小米 当我启动看之后 大家会发现 其实网页 你看 是不是就是由这些小块块组成的 这是不是一个大块 对不对 你看这是一个块 这个还是一个块 你看左边是一个大块 右边是一个大块 所以我们的网页布局 几乎都是由这种方块组成的 所以说我说了它是天生利质 因为天生很帅 对不对 所以说它非常喜欢布局 DIV又是最典型的块组元素 所以有同学就听到了 我们学的是CSS加DIV布局 对不对 好了 这是块组元素 那么再总结一下块组元素特点 总是从新行开始 对不对 新行开始 如果你在这个DIV789的下面 你再复制一份 好了 我给大家看得清楚 我给它排下来 然后这是不是有个789了 我考人家C复制一份 是吧 我在下面再展贴一份 你会发现这两个789 它只能是竖着排 然后一刷新 这个789和这个789 是不是竖着来排列的 第二个有高度 有横高 有外边距等等之类的 都可以来改 我们改了个宽度和高度给了 然后默认的宽度是百分之百 你看我如果不写这个V字 我给它注视掉 如果不写V字 你会发现它通蓝显示的 然后一刷新 是不是后面的热览器有一样宽 你热览器有多宽 它就显示有多宽 所以说如果不写宽度 默认是通蓝的 好 再一个可以容纳其他内联系元素 和其他块的元素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DIV里面 还可以再放其他的一些任何表现 DIV里面可不可以放DIV 这个太常用了 后面天天用 是不是这个天天用 好 这个DIV里面可以放一个P 放一个P表签 是不是 可不可以 无问题 怎么放都可以 你的地盘你乐主 怎么放都行 七八九里面是不是继续放 其他的表签都是可以的 好 当然我虽然我写的比较乱 但是刚才我的内容 是不是给大家分享出来了 好了 所以说这个我们称之为块具元素 那么要求大家 必须能够把块具元素 这四个特点能够口述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